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熊伟霆,我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的一名住院医医生, 然后呢,我是四岁跟随我的父母来到了加拿大,我从四岁一直以来都是在加拿大的亏贝克省,就是个法育省长大的, 然后我是两年前来到了多伦多这个地方,我今天要讲的课题呢, 他并不是直接跟大家说怎么样去考医学呢,或者怎么样去在眩衙中怎么样去治病救人, 而是怎么样去使用科技和科研来帮助更多的患者拯救更多的生命, 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报考的这个本科专业叫做生命科学, 叫做健康,叫做健康科学,也叫做Bioengineering,Biotechnology,这样的一些领域, 其实这些领域都是可以帮助医生在一个医疗环境中拯救更多的患者的, 他们不一定会让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医生或者一个医疗人员, 但是他们一定是可以让一个学生以后在药厂啊, 科研组织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今天就来教教大家到底这样的科研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因为我很荣幸也是这样的一个科研机构的一个成员, 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医学院或者在医生救病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科研的, 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 说我们学医的每天在医院里工作其实已经是很累了的, 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得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做科研, 难道科研就不能留给在实验室的那些人吗, 为什么医生在北美是需要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可以拿到他的医学院的毕业证的, 其实这个答案在于医疗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那些治疗方案都可以百分之百帮助一个病人, 都可以百分之百把一个病给让他痊愈的, 而并不是所有的一些diagnostic test, 就是一些探测人体有没有任何的一些感染啊, 或者探测人体病人的一些测试, 是可以百分之百能够探测到一个病人的, 这是为什么呢, 医学它其实本身就不是完美的, 如果医学是完美的话, 医生在北美就不需要去学那么多年, 去学十到十五年, 又要读四五年, 医学院又要读五到六年的住院医, 这样下来了, 为什么需要读这么多年的, 因为医学永远都是个双刃剑,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给一个患者开了一个药的话, 这个药它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几率是可以救一个患者的, 但是它也有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几率是救不了患者, 而给它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对于药, 对于手术, 也对于任何的一些diagnostic test, 一些探测病因的一些测试来说, 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CT, CT它是有放射线的, 如果一个人做了太多CT的话, 就可能有个癌症的风险, 因为这个不完美性在医学中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医生都需要读那么多年书, 因为一切在医学当中都是个平衡, 如果你读了很多关于医学的知识, 你就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固定情况下, 什么样的药是可以用的, 而什么样的药最好是用的, 因为这些药呢, 你可以找个外公哪里, 谢谢, 因为这些药呢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引起一些副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研在医学是很重要的, 因为科研它可以让任何一个治疗方案, 它可以让任何一个测试病因的一个测试变得更精确一些, 而这就是人们在医学领域想要达到的一个完美期限, 但是它永远都达到不了, 我们在医学所谈到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一个叫Sensitivity, 一个叫Specificity, Sensitivity是什么呢, 就是在所有得病的患者当中, 你到底能够探测出多少颗来, 并不是说明,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探测值, 那个Nasopharyngeal swab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说你只要得了疫情, 我就百分之百能给你探测出来, 它也有一定的情况, 在百分之二十七的情况下是探测不出来, 就算你得了疫情, 我做了这个探测, 它这样是negative, 有另外一个测量指标叫做Specificity, 它就是说这个测试的精确性到底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 我如果给所有的人都做了这样的探测, 而且人都是positive都得了疫情的话, 那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得了疫情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去问呢, 因为那个探测值, 它可能把一些没有得疫情的人, 到最后也变成了你是positive得了疫情的, 所以这个swab都有它这样的一些风险, 它并不是能探测出所有得了疫情的人, 它也并不是能让所有因为positive的人, 确定他们是百分之百得了疫情的, 在医学领域呢, 国家的资源, 医疗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而人们为了不去浪费太多这些医疗资源, 必须要最精确的一些探测事件, 也需要最精确的一些治疗方案, 才可以避免患者很多次返回医院, 因为第一次我探测了, 什么都没探测出来, 但是我第二次探测了, 就探测出什么东西来了, 这样就是在浪费这个医疗体系的资源, 而就是因为科研的医学, 还没有到达一个很完善的地步, 我自己呢, 是在一个叫Dendritic的一家医疗开发公司, 去做一个科研, 我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科研人员, 然后我在这家公司里做的科研, 都是帮助这些探测的一些test, 还有treatment plan, 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完善一些, 我们都说在医生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必须得需要掌握一个技能, 叫做Scholarship, 这个技能就是学术, 医生他必须得知道怎么样去理解一些医学论文, 一些医学杂志, 除了这个以外, 也必须得自己发表一些论文和杂志,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医生需要永久的去做科研的, 因为医学他也是永远在进步的, 比如说泰诺就是一个退烧药, 我们大家都在吃的, 在几年前泰诺如果对于一个孕妇来说的话, 是可以安全的去使用的, 但是近几年有新的发现表明, 泰诺如果对一个孕妇来说吃了的话, 可能对于胎儿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这些研究都是在近几年新发现的研究, 所以这些研究如果对于一个30年前, 都已经拿到毕业证书的医生来说, 他如果不去一点点去读这些医疗杂志的话, 他是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些新的发现, 所以他的医学还停留在30年前, 这对于治疗患者, 对于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危险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都得需要自己去一点一点的去探索别人所产出的新的知识, 而自己再去谈出自己的一些科研知识, 科研结论出来, 这就是医生要做研究的目的, 医生还得需要作为一个领导, 有这样的一个技能需要掌握, 什么意思呢, 医学院呢, 它其实在北美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性的一个组织, 医生都是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个机构来协调的, 而且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自雇行列, 自雇行列就是说我如果看多少病的话, 我大多数时间我都自己向政府报, 我看了多少病的这个费用, 所以为什么医生得需要有自律性呢, 因为他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掌握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的话, 他就很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工作, 因为没有上面的一个老板或者工头来控制你, 或者安排你一天该去看多少病人, 都是你自己定的, 医生也得需要在他的一个医疗体系里面拥有领导性, 就是说我如果觉得一个测试, 比如说疫情的那个swab, 我如果感觉他到最后一点都不精确的话, 我作为一个医生就有义务, 让这个swab变得更精确, 我有义务去告诉政府, 或者去告诉这个医疗领域开发领域的一些人怎么样去优化他这个swab, 就是这个探测的这个测试它的功能和精确性。 好, 我下面就来讲一讲医生他到底有什么样方面的研究可以去做, 其实在医疗的这个体系里面呢, 我认为是有三种研究的, 一种研究叫做基础研究, 叫做fundamental basic research, 它是关于mechanism of action, 或者是life processes, 它是关于探索世界的, 我们并不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基础研究, 去找到更好帮助人们的工具, 我们只是想更好的了解世界是怎么样工作的, 比如说细胞怎么工作, 药物怎么工作, 和它正相反的研究叫做clinical research, clinical research临床科研, 它是关于怎么样去治疗患者的,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探索世界, 我不想知道一个药它是怎么样去工作的, 我想知道的是到底这个药能不能在一部分患者中起作用, 所以它是跟和实用有关的一个领域, 和clinical research和basic research之间搭桥的有个叫translational research, 它是让基础科学里面研究出来的一些新的理论, 指使能够用于医学,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癌症的科研, 癌症治疗其实在近几年拥有很多新的一些突破, 比如说在免疫系统上, 人们发明了一些可以帮忙精确治疗一些癌症种类的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它到底是怎么样去研究出来的呢, 你必须得需要一个基础的一个科研队, 先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在癌症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去一点一点的发展的, 你如果知道了这个理论知识以后, 你才可以把它运用在怎么样去治疗癌症患者, 这就叫做translational research, 我来讲一讲基础科学fundamental research, 它到底是做什么, 它就是能够产出一些新的理论知识, 比如说牛顿, 他当时发现了地性引力, 地性引力这个东西, 其实它能不能直接的去治病, 或者能不能直接的去帮助一些人去盖房子盖桥, 其实并不能的, 地性引力就是一个发现一个探索, 它帮助人们知道世界是这样工作的, 这就是基础科学fundamental research, 而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在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里面, 做过这方面的基础科学, 我就培养一些新的细菌, 这些细菌里面的基因和蛋白都有过变种,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在实验室里面, 如果能够刻苦地工作个一到几年的时间, 是可以发表一些文章论文出来的, 在我工作的Dendritic Coe这个医疗团队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关于基础科学的开发, 但是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电脑程序的, Dendritic Coe里面很多的医疗科研, 都是关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医疗影像有关的, 所以它和电脑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基础科学做的是什么方面的研究呢, 就是一些有编, 会编程的一些工程师, 他们能够改造一些新的医疗软件, 这些医疗软件是帮助可以看一些人体的影像的, 它通过编程, 让这些软件变得更有用一些, 这就可以帮助人们去理解更多怎么样去治疗患者, 怎么样用这些软件开发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方案。 好, 其实我们科研队做的最多的研究还是Translational Research, 怎么样把一个基础的一个科研和一个临床科研完美的搭在一起这样的一种研究。 这种研究是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科研项目都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些医疗公司或者一些大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的几家, 就是我们现在有做的几个影像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些科技开发, 它都是和美国波士顿或者是英国伦敦或者是澳大利亚悉尼这样的一些医疗公司做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怎么样用电脑软件能够编出一个人工智能来, 这个人工智能它就跟一个人的大脑一样, 它可以自动的看出这个是左心房, 这个是右心房, 这个是一个脊柱, 这个是一个有骨折的病人, 它可以去一点点自动的去读人体的一些影像, 为什么这那么重要呢? 我这个月其实是在急诊科轮转的, 在急诊科轮转的急诊医生, 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他需要在放射科医生给出一个结论之前, 先得出自己的结论, 看那个影像的时候, 他自己得先判断出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骨折, 这个病人他到底有没有在骨头里面发现一些癌变的现象, 如果他发现了这个患者就可能需要留在医院, 他如果发现不了患者就可能要回家, 但是急诊科医生最终的阶段可能得需要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以后才能给出, 所以急诊科医生他并不是受过专业影像培训的, 他并不是受过五到七年影像培训的一个医生, 他对这方面其实是非常的, 他很多时候都会去忽略掉一些细节, 忽略掉一些骨折呀, 或者一些癌症呢在影像上面,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急诊科医生, 帮助他们能够去让他们探测出, 有些他们自己可能忽略掉的一些细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translational research, 和我们科研队所做的一些研究, 下面我再讲一讲clinical research, clinical research是临床医学, 临床科研, 它其实是基础和translational的科研之后的下一个步骤, 我们如果想象一个科研公司, 他如果想开发一个人工智能探测影像的一个软件出来吧, 他到底得走什么样的步骤呢, 他第一步肯定是得先自己编程, 把自己电脑的程序编得强大以后, 这就是基础研究的这一部分, 他就可以用这个编的电脑程序, 再去一点点去读那些影像, 读完了这些影像, 他就可以自动的把那些影像给辨识出来, 这个就是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一个部分, 然后最终的clinical research, 它其实是最重要的, 最终医生或者是医院, 他为什么会去购买你的这个产品呢, 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个产品, 他到底他的基础, 科学方面他到底编程有多厉害, 其实我们并不在乎这一点, 我们在乎的是他到底能救多少人, 如果你给50个医生用这个软件, 然后另外50个医生不用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做个对比, 是不是用这个软件的50个医生, 肯定会救的人能够更多一些, 这个就是临床科研, 他的目的性, 临床科研并不是为了去了解这个编程, 他到底背后有多厉害啊, 或者是一些东西, 一些理论是怎么样得出的, 他并不是为了探索世界, 他是为了能够去应用一些新发明出来的东西, 可以在医学界告诉医生你们看, 病人用了他以后是安全的, 而且可以救更多的命, 这就是clinical research的用处, 我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Telenol退烧药, 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种药, 其实在很多地方连医生的单子都不需要, 你就可以买, 这种药呢, 已经在很多年都被安全的, 被大人啊小孩啊孕妇所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医疗的科研论文的话, 我们会发现很多论文都会说, its exact mechanism of action remains unclear, 根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这个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在人体去工作的, 那为什么还被FDA去认可, 还被美国加拿大那么多的人去吃呢, 因为临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表现过, 这个药吃了他的人退烧的效果, 消炎的效果更强烈一些, 所以这个药是有效的, 这就是clinical research和basic research的一个分界线, 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说, 我们大量读的一些医疗杂志, 也是我们所发表的文章的一些杂志, 他们里面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药是怎么工作的, 一个人体的细胞是怎么工作的, 这些理论知识对于在现实的人更有帮助一些, 对于我们医生, 我们想知道的就是clinical research, 临床医学这一块, 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个药我吃了, 它到底能不能治病, 如果我们让一些人吃它, 让别人不吃它的话, 做个对比, 吃了它的人是不是痊愈的更多一些, 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 所以呢, 任何的药厂或者是医学科研公司, 它最后一步, 不管是你们在新闻里听到的17273747, 其实都是clinical research, 它是临床科研, 它第一次就是说我已经把这个药给设计出来了, 我下面就想看这个药, 如果我给所有的患者使用的话, 它到底能不能救命, 它如果救不了命的话, FDA是不会批准这个药能够在市场里, 购卖的, 所以呢, 在临床科学这一类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类型, 我今天就不要用太多的细节去讲了, 因为这些类型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 都是很长时候都是很难去理解的, 但是clinical research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这个研究的模板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就想知道这个药吃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作用, 所以我每一次都先要去问一个科学问题, 这个科研问题是我想了解这个药的这个功能性, 而我们得需要一个control, 我们不一定只给100个患者吃这个药, 看它的功能好不好, 我们也要给另外100个人让他们不吃这个药, 或者让他们吃一个类似这个药, 但是里面放的是面粉, 是假药的, 100个人, 让他们自己感觉他们也吃了这个药, 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吃这个药, 所以我对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个placebo effect, 这个大家有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得懂, 但是就是有些人呢, 他就算吃了这个药, 而这个药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药, 他里面有可能是面粉裹的, 其实这个人他的心理上有可能也感觉到我有可能有更好的治疗, 就是我感觉了身体有可能变好一些, 就是placebo effect, 所以在科研领域里面我们是需要去避免这样的这个效果去存在的, 因为他会他会让这科研结果发生一些的影响, 中医其实也用过我们西医的这些clinical research的这个模板, 就是临床科研的模板去做过一些研究出来, 但是中医他自己在几千年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几千年实验, 他并不是用这么规矩的一个实验方法来一点点证明出来, 我来举个例子吧, 为什么对于西医的一些医生来说, 有很多还是对中医有一些就是不敢去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 是因为很多中医他的药他都没有用一个control去对比, 就比如说吧, 很多人都说我如果给一个人用了针灸, 我举个例子, 如果给一个人用了针灸的话, 可能头痛会变得好一些, 然后中医有可能在书本里面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以前我有100个患者, 我给他们用了针灸, 我是个中医师, 我给他们用了针灸, 这100个患者到最后头痛都好了, 所以我在我这几年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我就感觉针灸是对头痛是有用的, 这就是中医的一些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治疗是有用的一些说法, 但是对于西医来看的话, 这样的说法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破绽, 比如说是什么呢, 你给100个人用了中医, 这100个人头痛都治好了, 那我们做个对比吧, 如果我们再拿另外100个人, 他们又头痛, 同样的头痛, 我们不给他们用针灸的话, 他们是不是过了同样的时间, 头痛也会100个人都好呢, 因为如果这100个人, 他们头痛也都好的话, 最后他的意思是, 并不是针灸帮助这些患者, 头痛得到治愈的, 而是本身这些患者过了一定时间, 他们的头痛会自己会痊愈的,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中医和西医, 在临床课研上的一个不一样的点, 所以西医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不管是自然杂志, 新英兰杂志, 还有别的一些医学杂志上面, 我们医学生或者我们医生都在这几年的学习当中, 都是一点点去吸纳, 去学习怎么样去能够识别一些研究里面的一些缺陷和漏洞, 缺陷和漏洞, 比如说你有没有用control, 我如果给100个有头痛的患者吃泰诺的话, 我到最后我和什么做对比, 我和不吃泰诺的人做对比吗, 有很多药厂都会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 他们会说你们看, 吃了这种药以后, 头痛治的比不吃药好一些, 然后你觉得看似合理是很有道理, 那是不是这个药就可以得到FDA批准了呢, 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漏洞的, 为什么你非要把这个药和不吃药的人一起做对比呢,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别的药, 也可以让人帮助他们头痛, 你为什么非要和一些什么药都不吃的人做对比, 你完全可以和一些吃了别的药的人做对比啊, 因为你不可能说什么药都不吃, 你就算在社会当中你还是会吃别的药, 所以它就是一些这样的一些细节, 我们在做医疗科研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去阅读那些科研杂志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注意, 在科研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细的一些观察点, 这些东西呢我今天就不和大伙就细说了, 因为大家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做这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的,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就知道了, 是什么一点呢, 就是科研它有很多模式去做的, 我们医生做科研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用一些试剂, 或者培养一些细菌, 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纸上面, 要把一个临床科研clinical research给规划得非常好, 这个临床科研怎么样规划好呢, 我们必须得让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漏洞, 因为只要有漏洞的话, 我们可能就很难把它给发表, 别的医生也会发现这些漏洞, 也不会去采纳我们得到的结论, 比如说, 我今天我想做的科研是关于一个药能不能治头痛的, 还是这个例子, 我会让一百个人吃这个药, 然后我会看他们到底头痛有没有好转, 我会让一百个人吃另外一种药, 看他们头痛有没有得到好转, 这样的科研我们是先从吃药这个时间段开始, 然后再一点一点到他们头痛有没有得到治愈, 这个时间段是往前走的, 是chronologica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我让你吃药的这个瞬间, 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头痛, 所以这种科研它的这个可信度, 在医学界是更强一些的, 因为我并不是能探测到未来的, 我从现在这个时间段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头痛会不会变得好,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科研给转变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百个人得了头痛的, 有其中50个头痛变好了, 有其中50个头痛没有变好, 然后我们从他们得了头痛有没有变好的这个时间点, 往回走, 我们就是opposite order, 就是我们不是往未来看, 而是我们往过去看, 你这50个头痛变好的人, 他吃了那种药, 你这50个头痛没有变好的人, 你吃了那种药, 如果我们这样走的话, 这样的科研的数据得出来, 他的分量就没有刚才那种往未来走的分量更足, 这是因为什么呢? 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bias, confounding bias的产出, 就是有些人他如果得了头痛的话, 他被吃好了, 然后他吃了一种药, 我们知道他以前吃了这种药的话, 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他在治好的, 比如说这个药比别的药贵一些, 而能吃我们这种药的人, 家里都是更有钱一些的, 要不然的话他也买不起一种贵的药, 所以confounding factor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人他的经济实力更强, 所以并不是这种药, 让一个人的头痛变得更好, 而是我这个人, 为什么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药, 因为我家里我的条件更好, 我的条件更好的话, 我有可能吃的也就更好, 我可能运动也就更好, 这么多别的confounding factor在一起的话, 就会导致到最后这个人, 能够更好地去痊愈, 所以这就是科研里面很多的一些陷阱, 它也是通过我们这几年在医院的专业的一些训练和课程, 去一点点地给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个金字塔里面, 就给大家展示了科研, 其实它是分很多种类的, 很多分量不同的数据, 有些数据它在最底层, 就是说有些专家他会发话, 他会说我在行医这一块已经行了30年了, 我自己通过这30年的经验, 我认为这个药对于痴头痛是有用的, 它是expert opinion, 所以呢这种在这个科研的金字塔里面是属于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种科研的这个一个科研知识, 你怎么样让它变得更有说服力呢, 你就得需要做一些大批量的一些1727的一些clinical research, 科学研究就是你如果想知道一个药到底有没有用的话, 我不但想听一个专家这30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希望能够找到1000个病人500个吃这种药500个不吃这种药, 我到最后看一看到底过了10天以后是吃了的治疗的更多还是不吃了的治疗的更多,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科研这一部分, Systematic Review, 它是临床科研的最高境界, 也是我们所看到金字塔上面的那个顶端的那一块, 它是什么呢, 它是把所有以前的一些科研杂志的一些理论结果全部给总结在一起, 然后得出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需要总结那么多以前的科研成果呢, 因为任何的科研到最后能得到的结论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得需要读那么多年的书的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医学它并不是所有东西就是黑和白的, 一个疫情的一个nasal pharyngeal swab就是一个探测, 到最后可能都探测不出一个人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都不精确, 对于这些科学研究来说也是一样的, 可能前50年有100篇科学研究是关于一个药能不能治头痛的, 其中有可能有70篇文章是说可以治有效的, 其中有可能另外30篇说治不了, 我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药没有任何用, 他们到最后为什么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呢, 因为他们做的这个科研的构架是不一样的, 有些科研用的是10个患者, 有些科研用的是1000个患者, 有些科研用的患者只是女性, 有些科研用的患者只是白人, 所以他因为这些, 他并不是缺陷, 但是一些限制所导致的最后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科研他是在美国一个纯白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的, 但这个科研就可能无法去运用在非洲只有黑人的一个城市里面, 因为他有可能有一些基因的一些变化会导致这个药, 它的有效率会降低, 所以这都是一些科研的一些不确定性, 到最后我们医生会做一个systematic review, 我们会把前50年的所有这题目的一些科研都收集在一起, 到最后再得出一个最终结论, 一共有一百篇文章, 他们最后被统计在一起的话, 我们是感觉这个药还是最有用的, 这个才是医学的临床科研最高级别的一个知识, 这个知识可以放在教科书里面, 因为他不是一个专家告诉你这个是正确的, 他也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所表现, 他是一百个科学研究, 前50年所有累积的科学研究在一起所表现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结论, 也是一个知识点。 所以呢, 我今天就把这个理论的这方面就讲到这里, 其实你们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有很多, 你们自己生活中如果去见家庭医生的话, 你们自己也可能也想想有很多探测, 就是一些screening test, 能够帮你们检查乳腺癌啊, 或者能够帮你们检查这个肺癌的一些探测, 这探测其实医生说是有效的, 但是有一些医生可能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医生会说我认为是有效的, 另外一个医生说我认为并没有那么有效, 为什么医生都会自相矛盾呢? 因为有些医生他读的一些科研杂志, 可能和别的医生是不一样的, 到最后就会导致我图到的是这个, 你图到的是那个, 他们俩其实都是对的, 但是他们俩图到的只是一部分的结论, 而真正能够收集全世界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的, 还没有铲出, 所以有些时候医生得的结论有可能是矛盾的, 我最后来举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是关于乳腺癌的探测的, 乳腺癌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 其实在50到75岁的这个年龄段, 都是通过研究表现, 你应该每到两到三年去做一次探测, 去看你有没有乳腺癌, 是关于所有国家的群众女性去做的, 你不管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去做一个, 为什么政府会去鼓励人们去做乳腺癌检测呢? 因为在前几十年, 人们大量的做了临床研究, 表现出乳腺癌, 其实如果我们做了探测的话, 关于乳腺癌的死亡率会降低一些, 这一点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的研究呢? 很多医学结论, 科研结论都会是说, 你们看, 我让50个用了乳腺癌探测的患者, 和50个并没有通过乳腺癌患者做了一个对比, 过了十年以后, 真正得乳腺癌的患者在这个群里面少一些, 在这个群里面多一些, 所以乳腺癌还是得需要去做探测, 它可以保护你, 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些confonding factor, 就会有一些别的一些因素, 会导致说你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或者科研人员, 必须得用眼睛细查去分析出来的, 比如说什么, 乳腺癌探测它有一个bias在里面, 就是说, 医学结论是, 我如果做的探测更多的话, 我就可以避免一些患者到最后因为他而去世, 其实你如果做的探测越多一些的话呢, 你很有可能到最后, 你把一些以前就是没有探测到的一些慢性乳腺癌全部被发现了, 以前的乳腺癌我们如果不去做探测的话, 它有可能都是快性的药人命, 因为快性的几个月之内就可能让一个患者去世, 但是那些慢性的可能你如果有没有乳腺癌探测, 人们都不会发现的, 而现在有了乳腺癌探测以后呢, 人们就把那些慢性的乳腺癌也都发现了, 这些慢性的乳腺癌发现了以后, 是不是人的存活率会变更长一些, 当然是的, 因为你以前没发现慢性的以前快性的六个月之内会要人命, 现在慢性的可能你需要十年才能要人命, 你并不是通过乳腺癌检测, 把人的存活率给变长了, 而你只是把那些慢性的给发现出来了, 你以前并没有发现, 所以这就是一个bias, 存在在医学科研里面的一个, 可能人们如果不去细看是查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漏洞, 另外一个漏洞是有很多乳腺癌的患者, 你有可能以前你不去做探测, 你不是没两到三年去做的话, 你根本都探测不出来, 然后现在你都探测出来了, 它都是些早期的, 这些早期的乳腺癌你如果没有症状的话, 你根本不会去探测, 现在你无症状你都去做的探测的话, 你把它找到了以后, 它因为是早期, 人的存活率是不是变得更长一些, 所以还是那个道理, 它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乳腺癌探测, 才让人活得更长一些, 而你只是把早期和慢性的乳腺癌, 探测出更多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医学所讲到的一些, 科研上面的一些知识点,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他在做科研的时候, 很少很少在一个实验室去做, 我们知道有双博MDPHD这样的一个博士, 你们可以去读, 但是大多数的MD医生, 他们并没有在实验室做科研, 那他们的科研到底是每天怎么做的呢, 他们为什么也发表那么多篇文章呢, 他们的科研都是在电脑上做的, 电脑上分析数据, 通过Word文件, 能够打造出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临床科研的一个构造, 这个构造里面就是为了去避免, 像我所说的这些Bias Confounding Factor, 这样的一些能够扭曲, 一些得到的结论的一些东西, 它可以让你这个结论变得无法用, 被医生给使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医学所在探测的, 我在言归正传再回到我最初讲的这个主题里面了, 这个医学科研对于科技和对于这个医学, 就是医学探测技术的这个开发, 它全部都是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所讲的这个临床实验, 它其实就是药厂的最后的那些实验, 17273747,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罗氏之药啊, Sanofi之药啊, 这些世界前十的大药厂, 其实他们这些药厂里面都是需要做172737这样的一些临床实验的, 他们的药已经研发出来, 研发这个药, 他们需要的是懂化学, 可能需要懂电脑编程, 或者是懂物理的一些人, 但是他们如果想做临床研究的话, 怎么样让一个医疗系统上医院上医生能够认可这个药的话, 还是需要通过医生所做的这个临床医学, 来一点点的证明他们的药是有用的, 因为到最后这些药物公司, 他怎么样去能保持他的利润, 他还是得需要让医生去开这些药, 而医生他是病人的这个保护神, 医生必须得在医疗公司还有病人之间, 做一扇门能够保护这些病人, 不让这些医疗公司的一些错误数据来影响这些患者到最后他的健康状态, 因为有很多医疗公司做的一些科研成果, 可能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些漏洞, 比如我刚才说的, 如果Sanofi这家公司, 我说如果Sanofi这家公司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痛的药, 他就说我就和那些没有吃任何药的一些患者做对比, 他要吃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变好, 看似合理你这个药可能真的让一些患者变得更好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和一些没吃这个药的人做对比呢, 为什么你要和一些没有吃任何药的人做对比呢, 别人如果不吃你的药, 难道他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吗, 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教育患者怎么样去保护他们, 所以很多药厂的人可能会来找我们说, 你们要不要让患者试验我们这个新药, 我们这时候得非常小心, 这也是我今天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现在的医疗知识它并不是完善的, 医学它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区域吧, 我可以这么说, 我在医学院在急诊科, 每天我的导师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今天有个导师说38.1度的体温, 不好意思在美国是Faranite是浮湿度, 反正就是一个浮湿度或者一个摄氏度的一个体温, 他如果到一个这个线的话就是发烧, 有可能另外一个医生就会说没有没有没有, 就算到了这个温度的话, 他也并不是发烧, 你必须得到更高的一个温度, 所以很多医生都会对医疗支持, 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 医学它就是一个灰色的区域,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医疗课本里面都会很明目张胆的就说, 不好意思这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没有采集够, 我们不能教你们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没有采集够呢,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科研还是没有做完善, 药厂就需要做这方面更多的一些科研, 才可以展示出到底这个药是不是安全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课题, 这课题今天有可能它的技术含量有一些高, 所以谢谢大家来参加。